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高兴啊我们又再一次见面了 虽然相隔一个多月 但是呢好像我在录这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呢 心里其实也蛮兴奋的 还蛮期待的 虽然我其实接下来有一段时间要休假 所以在休假之前呢 变成是好像最主要的重要的告别 竟然是要跟各位我还不认识的这些同学们 要赶快把这个重要的事情呢完成 所以呢心里是其实很开心很兴奋的 那希望大家呢对这个好像有点陌生的 这个所谓后现代的家族治疗 但是在现在又是可以说是 家族治疗里面的一个崭新的领域 苏新呢其实也不是很新 大概也已经二三十年了 但是总是呢就是对我们来说 后现代呢还是比较 可能是比较陌生一点的一个领域 但是呢希望呢经过我们这样的一点的上课呢 这样的分享 大家可以仍然有一些的收获 甚至呢有兴趣 往后我们如果有机会呢可以进一步的再来讨论 好我们今天就来进行我们的 后现代家族治疗与多压力家庭的工作 这个多压力家庭啊 其实就是我们 临床上我们常碰到很多困难的家庭 光从这个多压力呢 这个名词呢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我们不会说他们是问题的家庭 这就是所谓传统的是问题的家庭啊 也不会说他们是一些生病的家庭 我们就会说他们是 他们只是比较多压力的家庭 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啊 好那我的女儿呢 她最近因为她有一个机会是表演这个哈姆雷特 那她扮演其中的这个 Ophelia这个角色 那Ophelia她这个 在这是一个贵族的小姐 贵族的女儿 也就是跟哈姆雷特相恋的 这个女孩 但是她的结果呢 却是疯狂了 好那我的女儿因为需要去 揣测这个所谓这些 精神疾病疯狂的这些的人啊 她就实际上去做了一些的田野调查 她就实际上进入这些 所谓的精神病院里面去观察 她回来她就告诉我说 哎妈妈 我觉得他们其实跟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不同 他们只是呢寂寞了点 我还挺欣赏她这样说的 他们只是比我们 好像更多了一点寂寞 我想这个多压力家庭 其实也是这样的意涵 他们我们不会把他们当作是 病人或者有问题的人 他们可能是比较寂寞 好这些是我的简介 我想上次的第一讲 里面我们已经有分享过 我就不再重述了 那么这个多压力家庭这个模式啊 基本上是我引证这个Midson 她是从这个合作取向治疗里面 来看这个多压力的家庭 那合作取向治疗 也就是后现代的治疗的一支 OK 那她认为呢 我们在面对这些所谓困难 很困难的这些的家庭的工作的时候呢 有三个层次 最上面呢 就是我们常常我们怎么去做 我们临床上我们去怎么实践 我们去怎么进行这样的一个家庭治疗 那在怎么做的底下呢 其实是要有一个层次是 那我们怎么去思考 我们怎么去想这些的 这些的家庭 或他们所谓的问题 最底下的一个层次就是说 那我们跟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那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治疗师呢 也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的being的这个层次了 那就是接触这个层次呢 那这个Midson模式呢 我自己也去体会一下 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 面对这些困难的家庭的治疗师呢 这上面呢 我是怎么样去跟他们工作呢 假如是忧郁这个疾病的话 我会探讨这个所谓忧郁 这个问题 他所有的他的关系的脉络 这是我们是怎么去做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做的部分 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上一讲里面我们有谈到 我们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 我们是从了解他的关系脉络里面 去化解他的问题 当一个问题呢 让这个个人他看到原来 是跟他的所有的关系脉络有关的时候 他就不再是只是他个人的问题 然后他会回到他的关系的脉络里面 去探索 去理解 也在关系里面去改变 甚至和好 甚至去松动 理解 他就会带来了这个问题的化解 这底下是我们怎么去思考 家庭怎么去思考问题 怎么去思考来到我们面前的人 正常化 normalize 是我们去看待 这些的来到我们面前的人 去问题化 他们所谓的病症 去问题化 也的意思就是both end 我们相信一个人 他虽然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他仍然会有他的力量 一个人不可能全然疾病到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一点的力量 只是这个也的视野 怎么样透过我们这老师的相信 透过我们的对话 让这个人 他也可以去诋讳 感受到 同时也让他相信 我们知道他其实不是全然 这是问题 他同然也有他的力量 所以他的问题呢 是在他社会建构下面 里面的意义 有一定的意义的 他的疾病在他的关系里面 是某些意义 他的问题在这个社会的脉络底下 也有他的意义 所以任何的问题或疾病呢 其实是社会建构的 在不同的层次上面 我们上一讲也有谈过 那最底层就是 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治疗师 我们是一个公开化 Transparent 去专家化的治疗师 我们是一个 善于那个文化觉察 然后去创造对话的专家 我们不是问题解决的专家 我们是一个创造对话的专家 我接下来就再细细的 再去思考这些的 这样的一个 依据medicine模式 来去看一个治疗师 他怎么样跟多压力 家庭的工作 在这个怎么想的层次上面 我先来谈谈看 一般我们在治疗里面 我们很重视 所谓的个案概念化 我们的理论呢 也都是成为我们的 去理解的这个 很重要的基础 所以我们要认识 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家族治疗理论 但是呢 在后现代家务治疗里面呢 Tom Anderson说啊 在我们进去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要成为一个 foreigner 就是我们成为一个 化外之名 我们要back into loneliness 我们要回到我们内在的 那个 激进的那个深处 他觉得说 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 blind therapist 我们是一个 变成是一个 瞎眼的 也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 我们反而是 要让自己是 在进入治疗室里面 我们不带有任何的 看见跟想法 意思就是 我们没有任何 先入为主的想法 常常呢 我们越严重的个案 他的疾病 病例呢 都是厚厚的一点 我通常翻阅这些 资料之后呢 我至少要留半个脑袋 让我清空我的脑袋 让我才有空间 进去到那个现象场面 允许我个人的直觉 所有的直觉 去发现 去感受到 当下的个案 是怎么样的状况 Tom Anderson也说 他们发现呢 当我们如果 先入为主的 想法越少呢 我们可能这个 我们的想法的延展性 扩展性的可能性 就越大 我很喜欢 他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因为 Tom Anderson来自挪威 大家知道 在挪威冰天雪地的 日照时间很少 所以呢 他们会很习惯独处 回到一个人呢 极尽的世界里面 我想他这样的想法 其实跟他的背景 也很有关系 所以他是一个 很允许自己 去回到一个极尽 寂寞里面 然后去观察 去理解 在眼前这样的一个人 以及家庭 在以往的那个 米兰的取向里面呢 我们知道 在面对一个家庭之前 他们很强调 要做假设这件事情 可是呢 在后现代思维里面呢 我们认为那个假设啊 它可能会影响 甚至误导 我们去看待家庭 它会变成我们 譬如说 带着某一些的框架 我们有些设想的一些理论 的框架 去看待家庭 但是呢 我们却不是在 眼前 跟眼前这个家庭 他们对直接的 互动里面 去形成 我们的 对他们的认识 以及当下 我们是 才能够发展出 我们对这个家庭 所谓的假设 而不是在 事先带着 任何的 先入为主的 观念 以及想法 进入这个家庭 所以是 without making any hypothesis 我们不做 任何的假设 这是跟 过去的 米兰学派 很不同的地方 所以 作为一个治疗师 我们面对一个 这样的 多压力的家庭呢 我们该如何 自处呢 好 之前我们刚才 也谈到了 我们会认为呢 这样的家庭呢 它并不是 一个问题的家庭 它只是呢 比较多的 压力的家庭 那压力呢 每个家庭都有 只是这些的家庭 他们常常是 更多的 更多方面的 比如贫穷啊 经济啊 疾病啊 癌症啊 性的创伤啊 行为啊 脱续的行为啊 他们有可能是 单亲啊 有可能 他们隔代教养啊 所以他们呈现的是 更多方面的 多方面的压力 但是作为一个治疗师 我们在他们的脉络底下 去看待他们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知道说 他们这些的 在这么多背景 这么多 不同的面向 下面的压力下 他们会有出现 这样的所谓的问题 其实是挺正常的 所以我们会去正常化 看待他们的困难 看待他们的问题 我们会去病理化 不是只有病理 从病理的角度 去看他们 我们是一个 去病理化的角度 那么我们也是 刚刚谈到 我们是both and 而不是neither nor 也不是either or 应该就是both and 跟neither nor 这样的双元的思考 而取代了 那个either or 这样二元对立的思考 不是黑就是白 不是健康就是疾病 不是啊 其实我们知道 很多的时候 我们尝试 健康但是又带着疾病 疾病但是又带着健康 这样子多元的 病存的角度 同时呢 那个反思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时时刻刻 带着反思 对我们治疗者 自身呢 还有对家庭 都是如此